皆さん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本次的演習為了要滿足我們各個職類學生的需求 我們特別商請我們千葉縣 金剛縣 以及我们神爱川的一个政府机构 来协助我们这次的一个参访的一个活动的安排 本次研习的场域非常的多元 包括了饭店业 餐饮业 以及文创 百货 以及运输 以及我们电视产业 那研习的学校有签业商业高校 以及金刚产业大学 我们希望借由多元的面向 能够让学生能够拓展自己的学习的面向 以及还有跨域的学习 也希望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意和整合的能力 也借由这次的一个不同的文化交流的体验 能够让学生确实能够有所获得 我们来到哥蓬津田屋做实习 我看到他们对于料理讲求非常精致 对于做料理非常坚持 制作每一道料理都非常注重任何的细节 以及卫生 我们有做过实习的日式的粽子 以及它典型的一个制作 以及摆盘的一个比赛 参理群的学生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见识一下 日本有关厨房的一个相关的设施 以及他们日本的一个师傅的一个做法 我们去日本实验工厂看到 公司对于制作那些食材液体的酱汁以及粉末类 他们的器材及设备都非常先进非常新 对于工作人员的穿着也非常注重 日本他们除了本身他们一般的课程的教导教授以外 另外他们在一般的专业技能方面他们也非常的专精 在跟我们国家比较不同方面的是 他们对于其他的课程也非常重视 比方说体育课程 美术课程跟音乐课程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他们日本的孩子们 他们所投入的那种程度 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压抑 他们好像是用生命 好像是用他的情感在表现他 这种对音乐的这种喜好 相当于其他的体育课活动也是一样 在中午的时候有跟他们当地的学生一起吃午餐 然后我们有交换便当 可以体验他们家庭为小朋友做的便当 对社团活动最后有一段演奏表演 在演奏表演就是不像我们一般在音乐厅看到的那种感觉 它是会有会轮流有学生上来跟我们互动 会带着不同的头套 这样还蛮有趣的 那我们到日本的前草观音室呢 做分组的学习 那上一类学生去做和果子的演习 那加之类的话去做蓝蓝的一个演习 那我们希望呢我们这一个烘焙的学生呢 能够在这方面的话 在他的一个典型制作上呢能有所精进 那服装设计啊制作的学生呢能够针对呢布料 或是蓝蓝的一个相关的技术能够有所了解 那我是加世磊我们就到蓝蓝的工坊 自然的东西去制成染料 他们的染料有不同的深浅 染料是用露草做的 然后他的颜色深浅就是越浅的就是越平米的阶层 然后越深就是贵族 因为贵族才能去买更多的染料来染多一点 我们去横滨杯面馆体验如何制作泡面 然后我们一开始需要在杯身绘制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图案 然后拿去给他们里面的工厂 他们会进行帮我们填入食材再进行包装 像是我们一个有效期限写错一天 他们都会要求我们立即更改 我们非常感谢一斗集团的一个协助 那一斗集团的电视台呢能够提供我们学生 如何来制作一个电视的一个节目的制作 同学会访问另一个同学 这样子进行主播的体验 然后后来我们就进到他们公司的工作室 然后在那边体验了就是像是在新闻主播 坐在那个台上这样子播报的感觉 然后我们也有理解他们整个一斗集团 对于整个电车还有网路电视这些播报东西的 那些内容 我们一直要就到音乐盒博物馆 在博物馆内我们有体验如何制作音乐盒 从一开始的小零件组装到音乐盒的成品 然后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要将铁片跟轴 调整到最适当的距离才会有好的音色跟音准 那我们整个参访整个一斗的一个电车 包括它的一个制作以及它的检修的流程 那我们把商业类的会计资讯的学生以及网页制作等等 这四位学生带到他们的一个售票庭里面去了解到整个电车的一个订票的资讯系统 我们到金刚产业大学 然后有体验到他们的上课方式 然后我们分组体验 我们这组体验的是简报 就是如何制作简报 简报内容是有关茶的包装 还有它的行销 就是要自己做出一份简报 我负责的是3D动画制作这个地方 教授在一开始先教了我们动画的制作原理 就是说动画其实都是有定格的图画下去 然后接续这样很快速的播放下来 那他教我们怎么把它就是连在一起做成一个GIF檔 那我们自己画出来的东西看到它最后真的在那边动的时候 他心里的感觉就是很棒这样子 我们这组体验了机器人程式设计 就是运用一个很简单 就是运用一个软体 我们可以将指令输入进去 它就会变成一连串的动作 那个机器人就会展现出来给我们看 不管是大动作小动作 甚至你可以叫它唱歌也可以叫它拍照 你只要输入指令它都可以进行 那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安排了三组的课程 包括程式设计啦 机器人 以及商业简报的一个课程 日本方面的学生也对我们的学生的一个成果感到非常的一个惊奇 在食物样品工厂的时候 我们有体验炸天妇容的样品 在做食物样品的时候会依照不同的食材 然后辣的撒的方式要不一样 然后我做虾子的话它是比较困难的 是你要把蜡撒成长条状 然后把虾子放上去之后要再依照虾子的形状去把它捏起来 我的指种是眉眼指种 然后有去体验他们化妆 由他们的彩妆师来帮我化妆 然后这次化的是樱花妆 就是脸上的彩妆是跟樱花有关粉红色的 他们的化妆方式非常的轻融 虽然都是轻轻的 可是他们化妆的方式却很服帖而且很仔细 他们讲说第一天我看你们 觉得你们都非常的内向 然后到最后 大家可以一起能来融入这样的一个学习 我总是觉得 孩子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领域的这种学习 对未来它的成长 它的专业方面来讲 它更会是一种好的事情 本次海外的延企也是教育部全球移动力的计划的一部分 那我们主要是要培养具备的国际观 能够适应现在生活以及未来的一个挑战的一个专业技术的人才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两个学校的一个这样的安排 让我们这19位的进手奖的学生 能够确实能够了解到整个一个国际的一个技术 跟我们台湾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脉动 也希望它能够对它未来的生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也是谢谢教育部给我们这次的机会可以到海外研修 也很感谢台南高商这样子协助这些行程的规划 然后也非常感谢就是台南高商的校长主任跟组长 还有加一加职的主任跟校长们 带领着我们一同学习参访体验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